西葫芦呢含有较多的维C 葡萄糖等其他营养物质 尤其是钙的含量啊极高 今天呢我们就拿西葫芦做一道西葫芦蛋圈 首先呢西葫芦洗净切至厚片 西葫芦的心不易消化 挖掉内心制成西葫芦圈 之后把香肠胡萝卜西兰花分别切碎成末 切碎以后啊全部放入大碗中 再打入一颗鸡蛋搅拌均匀 让蛋液与蔬菜碎充分的融合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加复合 开火之后在锅底刷一层底油 放入西葫芦圈 小火把锅微热后放入蛋糊 煎的时候要记得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煎 这样底下的鸡蛋呢才不容易糊锅 两分钟之后翻面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就这样香喷喷的西葫芦蛋圈就做好了 嫩黄的鸡蛋裹着蔬菜和香肠 营养丰富 操作简单 而且啊把胡萝卜和西兰花中的苦味都藏起来了 用它来补充营养再合适不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